好 政策不断在滚动 这快筛扬是从确诊放宽全民来试用 最快在明天就要来上路 但是很多人更关心的是防疫险如何认定 目前根据了解除了这部分之外 还有亲政居家照顾 以及陪同隔离 这三大争议期的业者都还没达到共识 因此理赔的指引现在还有待研议 到时至今仍有超过了百万件的代审保单 这尽管会在跟各产险公司经过联系之后 如今各公司已经承诺了 说在六月底之前会完成所有的荷包手续 好 此外产险公会也要提醒大家了 即便你现在还没收到隔离通知单 但还是可以申请理赔 业者也应该要受理 另外是包括像是防疫旅馆 还有集中检疫所性职等同于住院 因此民众在申请理赔的时候 记得你要付上相关的证明 好 此外现在业者 他们也接受了数位健康证明 但是也会来查验真位 而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也会请民众来提供其他相关证明 防疫保单争议还在烧 产险公会24号公布理赔指引 日前闹得沸沸扬扬的数位健康证明 以及三加四居隔政策 业者从宽认定 不过居家照护 以及25号上路的快筛阳及确诊 赔不赔 目前还没共识 他们还在寻求共识跟讨论当中 所以等他们处理好 就会都在公布 指数会尽快并未定出死线 因为确诊者医疗行为判定 还得由卫府不掩拟 然而要拼速度的恐怕还有 产险业者合保进度 看看富邦产五月才合保十五万件 剩下一百万件 承诺六月底前合保完 有可能吗 昨天也说我们不会等到六月底才去确认 应该会逐州去了解 那还完成的话呢 这个事情当然是尽量去努力 经管会紧盯进度 不过防疫保单海啸来袭 据统计防疫保单 承保两百六十九点一万件 保费二十一点一九亿元 理赔金额却高达二十五点八二亿元 超过今年已收保费 防疫保单成为名副其实的赔钱保单 但经管会似乎没打算帮忙直写 这个有符合理赔的条件 那就去理赔 如果真的未来有需要增资 那部分公司也有安排 在思考增资的程序 后续要追究这些产险公司的高层 包括董事会的责任 未来要来检讨 他们为什么没有提前的预防到 这一次防疫保单所可能引发的财务危机 防疫保单之乱延收近两个月 立委林楚英财政委员会提案通过 看来防疫保单风暴未完待续 产险公司高层也难逃究责 记得临时达陈云婷台北参访报道